备受疫情考验的2020年圣游弥撒台北总教区4月9日在圣家堂举行 洪山川总主教在讲道时 借着三篇读经解答了千年来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的哲学问题 小时候 父母亲常常交代我们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几十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真的情况改变了 现在正常的打扮是戴口罩 进到任何机构都要量体温 烹酒精 进到社区还要面对警卫 给你一个非常严肃 而且会有哲理的一个问题 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 几千年的哲学辩论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答案 有些警卫还顺便问你有没有出过理由 因为疫情的严重 谁现在今天进来这里的都有登记 而且我们规定带自己的 为了疫情带自己的大白衣 整个世界都在过着一个没有教友参加的一个复活节 圣州仪式的第一天 星期四 在庆祝我们神父的日子 当然我们也可以问我们是谁 从哪里来的 要往哪里去 今天的三篇读经回答这三个问题 我们是谁 读经一说以撒依阿先知被召教 你们要被称为上主的司祭 人们要称你们为我们天主的仆人 这个也是我们神父们圣章的使命 司祭和仆人 没有司祭就没有弥撒 我们的使命从哪里来 读经二位回答 死而复活的耶稣先爱了我们 并且用自己的血来解救我们 成为天主的司祭 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 要我们帮忙建立天主的国 那福音更直接的说出了耶稣基督的角色 也是我们的角色 就是我们往哪里去 往普天下去 天主的神给我们付了友 向穷人传福音 葫芦得到释放 忙着光明 所压迫的人得到自由 宣告上主 宣告上主 恩慈之年 神物是司祭 是天主召叫我们 做什么 传福音 传喜信 往哪里去 在旅途中的教会内 带着羊颈回到天主的国 2月27号 教宗在四旬起的丁宁罗马的圣子园员 所举行的一个忏悔仪式里面 他们有一个题目 一个讲稿 在苦涩中 苦涩 心里痛苦 接触自己的人性来体偿到天父的慈悲 所以这篇讲稿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信德的问题 为什么造成我们内心的痛苦 因为我们跟天主的关系 使我们能够来服事 成为天主的师祭 我们是蒙受宽恕的人 和被判遣的罪人 如果没有跟天主建立好关系 结果我们关系远一点 马上进入一个世俗的思考 我们要寻找安全感 我们工作要得到回报 我们信念实现的时候 几乎觉得自己是永随不朽 他很具体的指出来 一马屋的门徒就是在期待耶稣复活 耶稣给他们赏报 可是他们完全失望了回家 因为他们的希望落空 接着是痛苦 我的思想不是你的思想 我的道路不是你的道路 第二是神父和主教的关系 因为神父是分享了主教的示意者 是主教的助手 可是每一位都有他的限度 升神父的时候 我们都宣誓要补充掌上跟主教 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发现我们意见和主教分析 在所难免 有时候主教独断独行 又不愿意接受见解不同的人 有时候自己想要推动的计划 主教不了解 扼撒我们的神恩 所以教中的名利 我们说要秉持谨慎且公平的原则 先征选团体的意见和观点 再来去做决定 当然主教也有他的诱惑 会听从他的亲信 导致公不清楚哪一些是奉承的话 哪一些是天主的声音 教中指出第三个神父内心痛苦 是近年来教会的丑闻 跟丑化神父的植物 因为一些不忠实的牧人 他们伤害了羊群 也伤害了我们弟兄们 神父们所受到的打击 造成了跟羊群之间 跟教友之间的不信任 也造成了我们当中彼此的不信任 我们不能跟天主的恩宠来做切割 说这些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 有一些自己认为能力超群 才华洋溢的神父们 进入唐区觉得自己有自己的 非常务实的可以开创的心路 凸显自己的特色 所以感受到不同共同救恩的归宿感 认为没有人了解自己 而慢慢疏远了我们的弟兄 我们都忘记了 耶稣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你们一样 圣保禄 在格林东的后书第四章第七节 他在描述我们的时候 说我们是瓦器 瓦器 那么我们是瓦器当中 存的这个宝贝 为彰显力量来自天主 可类瓦器 是容易被打破的 所以我们被包在瓦器里面 这样的一个形容 我们在形容骑摩托车 跟开车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们说骑车是肉包铁 开车是铁包肉 所以被包在铁里面 汽车里面是很安全的 我们是被包在瓦器不安全 我们被谋难 我们被谋难 圣保禄说 并没有被困住 我们好像绝了路 可是没有绝望 好像被迫害 可是并没有被天主人舍弃 被达到没有上网 我们身上应该不断彰显出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这个力量透过我们的服务 就像那个wounded healer 一个医治者 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他医好了自己 这个时刻 离开今天晚上最后晚餐 还有六七个小时 在这个晚餐当中 耶稣爱他的门徒 爱到了极点 他把自己的身体 完全奉献出来 毫无保留 说这是我的体 这是我的血 你们要去吃 那个时候 两千年前 我们都不在场 耶稣基督做了这样 这么大的一个奉献 把自己身体完全奉献出来 可是今天我们活生生的 看到这幕的展现 意大利百位的神父去世了 我们这里沙鲁列的团体 在意大利有十八位神父去世 一匹匹的医生 医务人员 空腹员 冒着生命的危险 走在疫情的病毒的最前端 第一线 他们穿着非常不舒服的防护衣 好像背着十字架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明天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苦难 到底这个痛苦还有多久 这个疫情还有多久 靠着我们的祈祷 我们只能够说只有天主知道 三月二十七号 一个八十三岁的教宗 徒步走在罗马街道上 一个人在祈祷 再也没有百万人向他翻呼 教宗万岁 而是他背着 对着一个十字架 孤单的一个人 在搏斗路广场 为整个世界的祈祷 亲爱的神父们 我们等一下再次的宣誓 我们宣誓的内容 是相信主耶稣死而护火 我们相信护火 我们相信护火 我们也期待耶稣护火的前夕 发觉到说 怎么圣堂的门都关了 怎么圣堂里面没有人 还有人问我神父是不是更有时间 因为他不做弥撒了 我相信我们神父们都知道 原来教堂关了以后 你更忙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 教要办告解 要领圣体 我们的服务可以停止 可是天主的词别不能停 我们原来觉得非常方便 可是原来我们也没有去关心那些长者 病人 我们有时候派送圣体员 到他们家里我们自己没有去 孤独的人 生活陷入困境的人 火不下去 流浪街头的人 整个世界一直喊着说 stay home 可是home在哪里 他们没有家可以stay 牧人 我们每一位 没有恐惧的权利 你不要让教友看到你比他们更害怕 你如果真的害怕也不要表达出来 教堂没有人 我们更忙碌的在祈祷 我们更关怀那些恐慌的羊群 相信我们的祈祷 借着我们的信德 相信 借着旺德 我们不失望 一定会有办法 天主有办法 借着我们的爱德 彼此在无助 彼此在无助 我们相信说 死而复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一定会战胜死亡 最后 再次 谢谢辛苦的神父们 那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面对 面对我们从来没有面对过的这个难关 我们跟教宗也联合在一起 跟耶稣在一起 我们相信 主的慈悲不会停止 阿们